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鹏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终美国售有的房产经纪冰冰 今天我们来办公室 看看我们最终美国房产的售有师在干嘛 没有 今天我不是要出去看房子吗 对 然后刚好呢 是圣诞节要到了 所以呢 正在给大家找一找圣诞节的活动 都有哪些 比如说城县周边的那些比较好的活动 给它列出来 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跟家人去看一看 没错 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去我家附近的 Seddleback Church去看灯 灯光秀特别好 我们之前拍过 对 我们之前给大家拍过 疫情的时候 它是车这样来开着车看的 然后疫情之后就可以就自己去看 是的 对 就是走着看的 没错 其实城县还有很多城市都非常的有钱 所以呢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他们市政府啊 还有个人啊 还有一些组织啊 都会花很多钱来装扮他们的这个设施 或者是街道 比如说呢 比较知名的几个呢 就是Dana Point 海边有个Hopper 然后这个Newport Beach这边海边呢 都会有相应的这个灯光的装扮 真的吗 像我们常去的 在Newport的Rodgers Garden 对吧 那里面也会有相应的灯光秀 对 Rodgers Garden现在灯已经起来了 对 之前我也给大家拍过 而且里面还有好吃的餐厅 没错 同时呢 还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拍过的燕子教堂 也会有相应的灯光秀 但燕子教堂是收费的 大家如果要去的话 还得提前预约 那像Danton Point的Hopper是免费的 对 有很多免费的 Danton Point的Hopper就是免费的 但是呢那边还有游船可以出去看这边的灯光 哦 那么好 那个可能就是收费的 那我们会把链接都放到我们视频这边 没错 让大家就是因为圣诞节了嘛 大家可能跟家里人聚会要出去去看一看 是的 那呃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还有的话就是啊 每一年呢 像这种啊 小区里面的灯光秀 其实也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 我们下面有个链接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就是家里附近的 还有你呃 还有比较知名的 我去年是去了那个 Santana那边 那边有很多小区特别知名 他当时警察会送路 所以就是咱们给的链接下面都有各个小区比较知名的灯光秀 这个城市 哪条街道有灯光秀 你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如果大家呃有自己特别中意的这种活动的地址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分享出来 我们分享给大家 没错没错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去给大家看一个新盘 是的 这个新盘刚刚开盘 嗯 然后是一个detached condo 对啊 价格也比较不错 只有不到两百万一百七 一百八 对 而且都有两千多尺 我们现在就去给大家去Portola 因为这个新盘呢 在Portola上面 其实前几期我们给大家拍过那个Olewood 对吧 今天我们要拍的是Arbor 没错 Arbor呢是Portola上面延续的Hillside盘 没错 它也是全部是三房 同时呢 没错 它的一楼都没有房间 没错 就跟之前的Hillside比较像 没错 但是它的三户型呢 可以改四房 我们到时候拍三户型是会给大家看看 那我们路过Portola呢 其实呃 我们有些客人住在Portola 是 那住在Portola呢 那呃 他们上私校都上Portola 下面那个刚才我们路过那个 Dream Loader 对没错 都会上那个 但是上那个呢 就是那个呢 可以是国际生上的 如果你是B1B2来的 是可以 是可以上那个学校的 Fairmont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 而且你上那个私校 你说那个私校 那个 那个 你刚路过 我陪客人去的时候 就第一印象啊 就里面的 女生的块头特大 因为他们感觉是女生的那个体育生特别多 是吗 精神房里全是 打鸡肉妞 你知道吗 对吧 如果大家就是呃 就是住在这边想去私校的话呢 在在那个就是呃 开放日的时候 其实其实是可以去看看呢 对 因为P Him 咱在他下面那个私校 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呢 是的 对 大家都觉得呃 不是 就是不是顶尖的吧 但也还不错 对吧 就是我loco的朋友觉得说 哎 他上那个私校 还给自己的女儿庆祝了一下 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Arbor在Portola上面开的盘 是Shei Home在卖这个盘 然后目前虽然它是一个detached condo 但是它有一部分的房子是带自己的driveway的 它的样板间门口是没有driveway的 所谓的driveway的lot意思就是说 从车库出来你还有一段空间是自己的可以停车用 这是你自己的driveway 没错 像一般的detached condo都是这样的 您在街上道是公共的 是不可以停车的 对 但是它有的地块是可以停的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它的一户型 一户型是2133尺 三房2.5位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进来之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长长的过道 然后在它过道的尽头是它的公共一楼公共区域 然后进来的左手边是一个楼梯上二楼 然后楼梯下面就有一个区域可以放些柜子鞋柜什么的 那这个盘的目前医护型的要价是173万是它的基础价格 然后这个盘它是销售的很快 上来第一期已经全部卖空了 第一期里面其实是有两三个地块是带自己的停车driveway的 对 那你觉得就是你就站在这你就看 就是这有一个座椅可以换鞋 我觉得这就是share home跟其他建商的好多区别 因为比如说有的建商你不觉得很多比如说在那它这有楼梯 但它这就可能就没有预留这个位置去让人换鞋 它不会给这种idea 所以share home就是它设计大奖 对吧 但是这个户型好像也不是它设计的 可能是阿伯公司设计好给它的 对 但是它做staging的时候它就会过过去 对它的软装做的大家也值得借记 没错 往里面走看到的首先是楼梯下面的空间 利用起来做一个储物间 然后一楼的供应卫生间是一个半位 右手边的门是去到车库的 是一个双车车库 穿过它进来长长的过道之后 我们来到了它的一楼的公共区域 进来之后第一感觉2100尺的房子 目前的新房的设计都会有这个标准 就是开放式的公共区域 然后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它的厨房 那建商给我们配的家电是subzero的冰箱嵌入式的 然后Wolf的炉头六眼炉灶 HUD这个也是直接出外面的抽烟机 倒台大小算比较标准的 因为2100尺的户型也算是一个 目前要玩的一个经济试用房吧 入门款 你没觉得就是这个灯很好看吗 对我觉得这个灯挺漂亮 这个灯是谁后面自己换的 因为那个耳门公司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耳门公司的 对因为我来的时候 就是我开盘一天就来了嘛 它正在换这个灯 然后再往里面走 这边是有一个小小的walking country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不管是我们把它改成中厨也好 还是用来储存我们的柴米油盐也好 因为它大小非常的合适 然后柜子都有特别的多 所以有足够的空间来储物 这个厨房我有一点点的小遗憾 就是什么呢 它的counter还是不够长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有counter是补充了的 但是这里面我希望要加一个排风站 因为如果往里面放些高压锅 慢顿锅 这个没有本排风的问题 我突然想到如果你说我要是把这堵墙给它打掉 因为这属于比较经济实惠的房子 如果把这堵墙打掉 把counter延伸过去 会不会就更舒服呢 会的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一个买的reballo 记不记得 那个房子就是它把一个没有改成中厨的pantry 它把它打掉了 然后把counter延出去 同时你的用餐区域也变大了 对 然后直接从而拿东西就很舒服 这是可以做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它的用餐区域 目前是放了一个圆桌 这个圆桌我觉得还可以再往大放一个size 因为空间是足够的 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八仙桌 这一放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这吃饭 没错 它就是等于有一个独立的用餐区域 对 这个用餐区域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特别的明亮 因为两面都是窗户 可以看到后院 一楼的最后的公共区 我们要看的是它的客厅 这个客厅大小还是可以的 是一个2100尺比较标配的大小 唯一就是这个客厅 它没有一个正式的分割跟厨房 我觉得跟厨房稍微有一点点近 对 它是靠沙发来分割出来了 对所以这个沙发又不能买太高的 也不能买太矮的 太矮就没有分割 太高的话可能遮到我们的视线 这个客厅就不敞亮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真的觉得还好 这个客厅直接能看到院子 院子看到不大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盘有带紧的吗 这个盘有带紧的 跟我们大家可能带紧的是在哪一块 这个盘跟山上的Ollywood有点像 也是在一个低一点的山头上 所以它的外圈一圈也都是带紧地块 这是我们这个盘的示意图 所以带紧地块就是外面这一圈都是带紧地块 同时如果说你要买Drivey lot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房子前面有一点点白色的地方 就是你自己可以停车的Drivey 所以大部分的房子是没有这个的 对 然后这个是第一期 第一期全部卖的了 因为它有Drivey lot 但是我们好多客人想买Horman这些带紧的 它带紧就是下面有房子 它的景观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穿过它的客厅 我们来到它的院子里面 这个样板间的院子 其实是这边Arbor盘的 一个比较标准的地块大小 大概就是3500尺左右 没错 因为它是地下室Condo 所以很难确定它Lot到底有多大 没错 但是如果你选到带紧的 它会非常舒服 对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样板间的地面瓷砖 因为它里面的虽然看起来像木质的地板 但是它其实是个瓷砖 户外如果跟你们用一样的瓷砖的话 整体性会比较好 这个样板间做的比较漂亮 一般大家都会这么用 户外跟里面用一种 但其实都有防水的功能 这样就显得房子很大 有延伸感 一路行它是用了一个三段的楼梯 来完成楼梯 所以有很多客户他不喜欢直直的上楼梯的 这个户型完全规避了缺点 上来之后 左手是主卧 然后右手边是客卧 所以主卧是对着后院 客卧基本上是在它的车库上面建造起来的 往主卧里走 像冰冰刚才说的 主卧的门口是上来楼梯直接第一个门子 所以不管是洗衣服上厕所 进出两个客户都会影响到主卧的空间 这个是一户型的一个缺点 这个必须要说 对但是这个主卧是蛮宽敞的 就是它很宽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个king size 两个宽的床头柜 还有就是这种书架 对 都还有位置 我问你啊 如果是一百七十万 你买这个还是买四大金刚 一百七十万 四大金刚也能买着 对啊 那我肯定买Stone Gate的就是那种乌型 我觉得Stone Gate Syperation和Stone Gate 都就是同样的价格 我觉得乌型有比它好的 是的 对吧 然后还不用在山上 完了 完了 我觉得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客人会喜欢 如果客人您喜欢 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购买 您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喜不喜欢这个乌型 或者你是怎么选择的 对吧 房里走是它的主卧卫生间 进来之后 一边是双水台设计 一边是干湿分离的淋浴和座椅 这个是您喜欢的 对 就是两千尺的很少有鱼缸 带大家来看看客卧 客卧进来之后的第一感觉 就是对于一个2100尺的房子来说 客卧的大小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没错 对吧 因为这边你放个king size 绝对放了下的 然后这边的宽敞的程度 放书桌放衣柜 绰绰有余 它两个客卧是背对背 然后同时它两个客卧的卫生间 是在走廊的尽头是共用的 阿伯的一户型 对大家看完了 是的 一共是2100尺 是三房的一个detached condo 对 它面积是2133尺 三房2.5位 一楼没有卧室 二楼的两客卧供用卫生间 这边的基础价格是一百 一户型是173万5 没错 地税加上社区建设费是1.3 对 然后物业费是299块钱 然后还有它是 POTOLA学区的 因为最近我们好多信仪过来 他们在网上查到了 说POTOLA的高中是最新的 设施最好的 他们想POTOLA的高中 那你就买这的房子 如果预算在200万以下 这是比较合适的 对 但是医护型我看完了 我自己对一楼 你笑什么 你怎么想不重要 市场认可就可以 看11月份通常是一个房产销售的淡紧 他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多盘同时发 而且同时没几天就受空了 那说明只能说明这个市场呢 缺房子 而且特别缺新房 只能说明中国人喜欢新房 中国人喜欢耳丸 我可没怎么说 那我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 那你让我买我肯定不买 就是170万买这个房子 因为二楼太堵的 我真的不舒服 市场认可他 那如果大家又怎么看怎么想的 都可以跟我们留言写在下面 我相信如果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可能有一些也跟我的想法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卖的不好 所以我们卖这样的房子 卖的不好 真的就是 因为我们可能带一些主观的想法 但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都可以跟我们提 如果你喜欢我们 当然也很愿意带你来看房子 是的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Uber的义户型有任何的见解 或者有任何的意见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没错 那我们下期我们下期见 拜拜